大家好,我們來到Omakase的時間了 看見我在做這個特別的船或橋的作品 就是這次我們的Omakase 我未加花,可以讓你看看 其實有一個形狀的一個框框架 我們在上面會做我們的作品 事不宜遲就開始了 好了,我們有一個這麼有趣的Structure 這個Structure是在荷蘭 譬如說新年,你都可以把它留下來 我們做我們的作品,其實這個很好用 我們開始的時候怎樣做呢 我們看到有兩樣東西我們要做的 就是我們首先把銀柳剪開的一節節 剛好可以放在中間這些位置 然後有一些一路沿著這個船型 一路向上一路收窄 將銀柳全部剪開一條條 然後你又看到我有些肉桂 有些肉桂也是加上去的 所以我們就要預先準備好這些材料 我們怎樣貼上去呢 我們就需要用到一個菇筋的輔助 好,我們開始的時候 就是永遠在中間開始的 不要在側邊開始 記得在中間開始 因為中間開始會兩邊比較均勻一點 中間的是最長的 我們基本上就是這樣 3點加了它的Glue在架上 然後逐條逐條逐條這樣貼上去 第二條就是它旁邊 暫時看,如果我這樣貼上去 它會有梳縫的 不過不要緊 而且現在有很多膠水絲 都不要緊 我們待會貼完之後 找個風筒在上面吹一下 然後膠水絲就會溶了 然後你才找一個微鉗 拉走那些膠水絲 這樣就可以了 像我這樣,如此類推 將它全部貼上去 然後我們再加這些浴櫃 將中間的空隙封住 整件事其實我們都是用五膠窗 在這個船的表面貼出來 我們大概用半小時至40分鐘 就可以貼完它了 好了,貼完之後 其實應該就像我這艘船一樣的狀態 但你看到我上面還有這些竹葉 還有這些一塊塊竹葉 穿來穿去 其實現在是需要怎樣做呢 我現在就告訴你了 你看到我們有一個竹葉 拿回來其實是這樣 這些是保鮮的竹葉來的 是一個保鮮的竹葉來的 它很大塊,但又軟軟的 我們需要怎樣做呢 我們首先在這個位置 這個叫尾 剪的位置叫尾 這個頭是沒有那麼長的 我們不要剪掉它 因為待會我們會做一些線條 我們在中間這個位置 把它撕開它 你看到撕開了,它就會越來越軟 越來越軟 我們其實需要做的就是 把這裏一部分 兩塊的底部都把它剪下來 這些比較硬的地方 我們把它剪下來 然後我們在這些地方 又把它撕開了 又把它撕開了 然後在這裡 我們就可以把它剪成一段段的薄片 好像這樣 這些我們會用來 放在這個框框的地方 令到它好像水一樣 這樣跳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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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喜歡的話 你就可以用一些膠去撕緊它 如果你不喜歡的話 其實就這樣卡住它 在下面有一點點突出來 其實它的樣子也挺漂亮的 用多少呢 便是你自己 不過我會建議 用剛才的竹葉底部 我們可以用來攪著這個電燈膽 然後再貼上去 為什麼我們要這樣做 因為我們這個電燈膽 如果直接貼上木 其實它是不能貼的 因為這個電燈膽是滑的 而且它一加了水 或者一凍的膠 就會自己脫出來 所以我們需要一個 粗一點點的面 竹葉就剛剛可以做到這個 其實我們需要做的事情 就是你首先 又可以把竹葉 撕得比較幼少少 大概這樣的厚薄 或者再幼少少 這些呢 因為它是Preserve 你撕了出來的碎碎 其實你也可以把它留下來 用來貼其他東西 其實就是把它的底部 輕輕把它黏住 接著我們再貼上船 時我們就貼著竹葉 其實我們不是貼著燈膽 這個竹葉就變成一個介面 一個platform 是等到燈膽又貼得住 接著那隻船又貼得住 如果你直接貼著燈膽 在船上 因為那些樹枝比較細 有面子不太夠 所以很容易會脫出來 所以凡是這樣做 我們通常會有少少少東西 包著它再貼 就會容易一點 我現在給大家看 怎樣包 其實都沒有什麼 我們首先貼上尾巴 然後把竹葉先貼上去 然後再去到燈膽的對面 我們又多加少少 然後把竹葉再貼過來 這樣就成為了我們可以貼上船的一個介面 即是這些位置 我們稍後就會貼上船 如果你覺得想再穩陣一點 不妨可以加多少少膠 不過這些膠記得保持著它 保持到它真的冷了 然後它才會貼得住 那樣其實有沒有缺陣的 因為玻璃差不多是用熱用膠來說 最難貼的東西 所以我們通常都有少少少少 一些厚少少東西 或 뚜斜ск一點的 用鬼璃包著 然後香水再黏在那個地方 便會容易很多 而且這些味道可以連繫船 令整件事有線條感 出來的效果大概是這樣 做了兩個 做了兩個之後再黏下去 便會變成我現在完成的作品 一前一後地黏 黏上去後便要加少許水 貼上去時大家要注意一下 這個燈泡有三個洞 上面一個很小的洞 側近有兩角有一個大小的洞 貼上去後可能洞有斜向前或側 其實都可以的 要先加水 加水盡量加多些 因為稍後放進去可能會重新 所以水最好加高一點 我們加的花有些玫瑰 我們有這枝叫做Gravity 這枝叫做Pink Floyd 這枝是我最喜歡的花 然後有些Sweet Pea 還有這些叫做Janistra 或者叫豆枝 好,我們首先做了我們的玫瑰 今天這個玫瑰有少許技巧 我們由這枝由這枝變成這枝 這枝為何會覺得樣子有點不同 其實我做了少許特別的手法 將它變成Dahlia 是一個Dahlia的手法 我們很簡單 首先把玫瑰撕掉一些葉 記得這個手法是一些厚一點的花粉 才可以這樣做的 這個就叫做Pink Floyd 我們很簡單把花粉壓下來 然後向一個方向去摺 向一個方向去摺 其實做法有點像泰國的荷花 將它向一邊摺 其實你要多大隊 你就摺多少層 我們摺的時候 永遠都是外面那層摺向裏面 不會是內面那層摺向外面 儘量把它摺 摺 你便可以將整件事變成很大 當然不要拔掉它 就摺 一直摺 摺完之後 我們便會變成一朵這麼大的花 好了 我們做完之後 我們便會有兩朵這麼大的花 為了我們要放進去 剛才我們說過 這個瓶口很容易 因為它的底部是滑的 是圓的 我們要盡量不想它寫出來 或者花跌出來 我們在下面這裡 便加一折的花框 將它加粗這個花 令到它放進去之後 沒有那麼容易跌出來 好了 現在便用了剩下的花框 就像這樣放進去 然後放進去 它便不會跌出來 我兩枝已經做好了 所以便放進去 放進去 放進去的時候 儘量令到 我們這些花 不會那麼容易滑出來 就是這樣 然後我們可以在第二面 或者這個的後面 我們又加多一枝 這個其實你說你是喜歡單面看也可以 上面看也可以 其實你怎樣擺放都可以 但我們要確認 擺放的時候 其實你一定要看到花 而且不要把花全部轉向後面 好了 我們還有一個叫做 Gravity的玫瑰 是這樣的 這個玫瑰 我挺喜歡 亦是我近來的最愛 做法是一樣 都是將它用鐵線 搖緊它 搖緊之後 再放進去 瓶裡 便不會那麼容易跌出來 或者將它這樣放進去 這些燈膽瓶 其實都頗有用 比如說我們有試 放一些植物 又或者放一些其他 小小小的花朵 其實都頗漂亮 不過唯一的不好處 就是底部比較滑 所以我們就用剛才的方法 把它加固 把它令到那些框 沒有那麼容易滑出來 然後我們就順著這個船的位置 加入我們這些Sweet Pea Sweet Pea 其實你可以拉長一點 剛剛後路旁邊 有一個呼應的感覺 我們總共有六支 總共有些前 有些是後的 甚至放進同一個孔 剛才有玫瑰的孔 其實都可以 但你放進去便要小心一點 因為剛才的Glue 如果你太大力 它便會脫掉 所以我們不需要太大力 它碰到便已經可以了 其實只不過是兩邊 不斷地交錯地放進這個飯 最後這支便會放在這裏 這個Sweet Pea 記得我們放的時候 最好不要太短 還有有一點點狂 讓人看 感覺便會漂亮很多 而且會活很多 然後我們就做這個JANISTRA 這個JANISTRA 我們便要做一點點東西 這個是一棵 其實我們可以把它分開幾棵來做 然後將它彎一彎 先彎一彎 我們在剛才這樣的位置 先加了一點點 因為我們的花越加越多 其實它相對地會把位置夾緊了 剩下這些 剩下這些 其實我們都可以這樣 好像我剛才這兩個方法 這樣加下去 令到碎濕濕 有少少線條 有少少初春的感覺 其實都頗隨意 我估計最後這兩條 我都會這樣加進去 其實最重要的是 我們開始造的那條橋 那些銀柳 肉桂 還有那些Preserve的竹葉 我們是做得好 其實一之後 你加甚麼花下去 其實都會是一個很漂亮的作品 絕對你可以留到新年 是沒有問題的 我們又看看 就是這樣 這就是我們今個禮拜的作品 希望大家喜歡